如图所示 在一大气压下 一端封闭的细长管中 封入长19公分的拱柱 当管子保持水平的时候 被封入的空气柱长度为30公分 当此管的管口垂直朝下时 被封入的空气柱长度变为多少公分 本题应用的是波尤定律的概念 假设原来管内气体压力叫做P1 那由于左右一致 右边是大气压76 所以管内也是76 所以这是第一个压力 那原来管内体积呢 就是它的长度乘上截面积 那假设是A 那这是它的自己假设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看到后来 管口垂直朝下 所以同学必须画出第二个图 那垂直朝下会有个重力 所以这水平柱呢会稍微往下掉 那水平柱高度呢还是19 但是这个长度会不一样 假设是H2 那P2加19等于76 这是因为内外压力一致 从底下是大气压上来76 所以这个里面的压力 再加上拱柱19 那等于外接大气压 所以就可以算出P2的压力呢 是57公分拱柱 那它的体积呢 就是它的高度H2乘上截面积 那P1V1等于P2V2 所以我们就可以解出 这个H2的高度就是40公分